贺锦丽沉淀一个晚上后 在美东时间6号下午4点终于露面 一开场说了六次午安 四次感谢 合掌胸前似乎努力压抑心中情绪 我的心里现在是满了 满了的感谢 你所在的信心 你所在的信心 在母校破坏的大学发表迟来的败选演说 这个选择不是我们想的 不是我们为了争取 不是我们为了选择 但听我当时我说 听我当时我说 美国的领域的灯 会永远热热热热 贺锦丽承认输给川普 令台下不少支持者反累 就算是强颜欢笑 也必须展现民主的 基本风度 强调上届大选后的国会暴乱不会重演 贺锦丽语气坚定 加上不断挥动右手 强化情绪张力 也传达继续奋斗 留住支持者 结束了108天的大选之旅 贺锦丽跟台下挥手再见 这次民主党不仅输掉白宫 也输掉参众两院 党内有人开炮了 资深议员桑德斯尽锐批评 一个抛弃工人阶级的民主党 现在被劳工抛弃 民主党高层还在为现状辩护时 美国人民感到愤怒 惨败刚好而已 反观川普能放下身段 扮劳工贴近民心 选前拜登抨击 穿粉是垃圾 选后结果是民主党拜登政府 被全面否定 不只通膨 内政方面拜登任内涌进一千万名非法移民 而都外关系先后发生从阿富汗混乱撤军 俄乌战争中东冲突都大伤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威望 CNN还点出拜登早该在其中选举就退出舞台 挣钱换将太晚 贺锦丽在ABC专访被问到 跟拜登有何不同 却无法接求 还有不顾欧巴马团队建议挑副手人选 反映出岛内矛盾 准了年纪较大 将失去政权的民主党势必面临一波党内检讨改革声浪 并找出新一代领袖与新方向 TV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